我们想做一个很好的bridge 就是可以作为桥梁 来让这个中国的公司 怎么进入美国的市场 那让美国的公司 怎么进入中国的市场 我们想给他们提供一些guidance 那drug development 一直是我们这个美中药协的强项 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成员 领导团队 然后包括这个志愿者 都是这个scientist background 那么逐渐的随着这个发展 我们有更多的律师 有更多的entrepreneur 有更多的这个 甚至做reimbursment 做market access这方面的 还有就是更多的做BD business development这一块的 更多的这些人 只要在这个industry 跟这个industry相关的 他们都越来越多的 知道我们也加入 我们的会议 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么我们呢 就想顺着这个潮流 把我们的这个topic 这个生意改造的 它很渡人 现在在这个専业 现在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hat the sponsors gave me to be here 它是很高興看到這麼多人興趣在疫苗 你知,你知,當時的技術和技術增加在中國 有可能要不只要疫苗來中國 而疫苗來中國 我認為它是明顯的增加 我认为中国的获得更大, 它会增加了一种优势的优势 在商业业的优势 会有最优秀的观众会 但是,我们的共同会有所说 中国的关系会和美国的美国 因为它会有所影响的一种影响 我觉得,有很多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There is exciting future for drug development in both countries, both on the scientific side, the business side, and figuring out how the treatment will work as part of the system five years from now, ten years from now, and into the future.